Youtuber李伯和蔡阿嘎 又有兩個兒子蔡桃桂和蔡卜能 日前李伯在IG先動透露小兒子蔡卜能第一天上學的時候 情緒都很穩定也很冷靜 但是在放完颱風假要返校時 蔡卜能像是突然意識到上課是怎麼一回事 包括要跟爸媽分開一段時間不能睡到自安心等 於是開始哭鬧著不想上學 而李伯每次看到兒子這樣 都會心疼不已 並懷疑自己幫孩子做選擇 是不是真的為對方好 但只能相信兒子能做到 自己也只好學著放手 至於大兒子蔡桃桂似乎也感覺到弟弟的不安 原本每天都吵架兩兄弟 日前哥哥卻主動提出要帶弟弟進教室 在面對弟弟的哭鬧時 他也只是在旁邊安靜等待 對此李伯看了也感到欣慰 表示兒子只在乎星期五上完課後就能放假了 一副像是經歷了許多的樣子 讓李伯哭笑不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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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